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进行我们这一款这个APP的设计 我们打开我们上一节课存储过的这个Home界面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打开它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大家把我们Home画板下面的这些东西啊 成一个组 给它命一下名叫Home 然后呢 我们点击右键 把它转化为智能对象 智能对象转化之后呢 它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一张图片一样的一个一个就是结构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双击这个智能对象进去 这个时候呢 可以再进行这个智能对象的一个编辑 然后这个里面 我们这个BG这个层可能有点问题 我们重新给它画一下 把它设置成白色 保存一下 那保存成智能对象之后呢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把整个这个对象复制过来 比如说我点击右键 选择这个通过拷贝 新建智能对象 那我们看到有一个Home拷贝 然后我们把它拉出来 然后它就成为了一个新的一个一个界面了 那我们给它改一个名字 我们今天要做的呢 是发现的这个界面 所以我们给它起一个叫discover 然后我们双击进去 我们这个时候双击进去编辑这个discover的时候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先把这几个icon隐藏掉 然后保存一下 然后点关闭 我们会发现刚刚做的操作已经应用到这个discover这个智能对象了 它也没有影响到我们之前这个Home 我们现在进去之后把这个按钮把这个icon再显示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进行一个什么操作呢 就是我们正常来讲 一个界面它应该是有一个按钮是高亮的 其他几个按钮是智灰的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几个按钮的颜色设置一下 那我在这里呢 现在的这个阶段呢 其实我并不是很考究颜色 所以我只是需要先把那个颜色的感觉做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这里可能我选用666 然后把这个也选择666 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已经明显能看到就是我们这个界面 这个发现这个界面是被激活的状态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叫发现 然后这个字体呢 那我需要换一下换成那个用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个样式 然后把它再调大一点 好 打开我们这节课里面 给大家那个准备好的这个发现的这个原型图 然后我们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头像 然后呢 旁边有名字 那我们首先我们需要去画一个头像的区域 我们可以选择圆角矩形工具 我们画一个长款笔一致的 比如说72×72这样的一个头像 改一下名字 比如叫头像 然后我们在资料文件夹里面 随便调一个人的头像进来 然后移动到这个头像上 然后这个时候按住out键 按住out键 你看这个已经有一个小图标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创建剪贴蒙版 那么这个人呢就会被显示在这个蒙版下面这个图层的这个区域里面 那我现在对这个图层进行一下这个调整 我把这个它的这个圆角调到很大的时候 调到最大的时候 它就成为一个圆形了 我们对它位置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名字 名字我们输入一下超级蒙妹子 颜色改一下 颜色改成也是666吧 看一下 这个颜色可能现在看起来是有点灰 就是看的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颜色再改一下 这个颜色还是可以 然后我把大小调小一点 大概调到24有一点小 那我可能是还要再大一点 我再把它调到28看一下 现在的感觉还是还可以 我们点一下这个这个discover这个图形 然后我们把它按住out的拖过来 我给它改一下颜色 然后呢把它射小一下 这个大小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放大一点 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大 因为就是这个大小跟上面这个字啊 就是大小一致了 所以我觉得是可能不太好 就是层次感不好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它再缩小一点 就是要比可能要比你上面这个要要弱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蒙妹子这个字复制过来 改成一个5.3公里 然后放到这边 那你这个公里数肯定是不能比名字还要大的 所以你可能要把这个字体改小一点 这个还是有点大 然后字体的颜色可能也要稍微弱一点 现在看这个颜色还是有点深啊 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再调淡一点 那我就用绝绝9吧 然后把这个图标的颜色也改一下 那这样看呢就会好一点 而这个时候我们注意看啊 就是这个地方左边有一个空间 右边有一个空间 那我现在看的时候 两个空间如果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这个这个头像啊 实际上是有一点被孤立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三个同时选中 然后往左移 然后适当的让这边的距离比这边小一点 这样的话你看起来 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更明确一点 这个距离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打开我们的参考线 标尺 我们在这个头像这边画一个标尺 然后在这边 在这个文字的这边也画一个标尺 这样我们在后面再去做的时候 我们的文字区啊 就会分的比较开 而这个时候我们把 5.3公里复制一下 复制到右边 那跟上面这个对齐一下 然后文字呢 最好还是居中对齐 因为居中对齐的时候 我们缩小的时候看的时候会 看起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会更更居中一点 我们把标尺隐藏掉 我们把这个改成 两分钟前 那也就是说两分钟前有一个萌妹子 发了一个什么 那我们这个时候 萌妹子当然是希望他发点照片了 那我们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找一点照片 换一张这个 这个图比较大 我们把它放进来 这个图比较大 我们可能需要把它对齐一下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整体缩放一下 那这样呢 我们就把一张图放进来了 然后这个超级萌妹子发了一张图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图 产品图里面 它可能还有多张照片 那如果我的这个照片 放的这么大的话 那我们可能是不是就 我们后面的空间就不是很够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对这个空间 再进行一下一个调整 那我们先还是把这张图隐藏掉 我们需要用这个矩形工具 还是先打开标尺啊 我们在这个矩形 我们在这里画一个 我们理想中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长宽 那如果说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的话 那我们后面是距离是肯定是够放的 那我们就要看了 呃我们目前的这个 这个框的宽度是600 呃高度是237 那我们同时放三张图 肯定是放不下的 肯定是放不下 因为我的高度237 如果放三张图就已经700多了 那是放不下的 那两张的话呢 可能就是600的话 如果我把它设成600 然后那刚好可能是放两张300的 大概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呢 对我来讲可能呃这个版面也还是和之前的差不多 跟放一张图差不多 所以如果我现在进行选择的话 就是一个是呃两个300的呃300乘300的啊这样的一个图 然后再加上这里一个图 这样的话呢 这就是我两张图的一个逻辑 我们把它合图一下 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下 如果是三张图的话 那也就是说我平均每张图 刚刚是600 那我平均每张图是200 那我们把这个设计成200乘200 然后把这边的删掉 然后把它复制一个出来 然后再复制一个出来 啊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是三张图的逻辑 无论是两张图的还是三张图的 这个呢可能是要从产品经理的角度去进行决策 那这个是我们在设计稿中的所谓的方案稿 那我们把三张图的我们做一下 我们剪贴蒙版试一下 这个呢就可能是我们的三张图一个逻辑 我们把它调一下位置 这是两张图 然后呢再来一张 可能我换一下不同的图 会看得清楚一点 那这是三张图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这个下面 去给它打上一段 呃所谓的一个描述吧 就是说你发一个微信圈还是有文字的 这个时候如果我希望我的文字看起来更生动一点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摆入一下 随便找一点文字过来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感觉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把 我们要把这个点赞 然后发消息 然后以及一个多功能按钮做进去 点赞呢就是先画一个新 点赞 嗯好这个新就画完了 然后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看一下这个感觉 那新还是有点大 我们把新做小一点 然后颜色呢 可能我还是希望它是红色的 因为红色的新呢 看起来会还是会好一点 然后后面可能我拉一个数字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新啊 它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按钮 所以这个按钮呢 样式呢 我们目前这个样式 我们可能希望用一个实体的一个按钮 然后放到这个下面 然后把它的颜色呢 改成灰一点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字呢 可能文字的颜色 我再给它调 调高一点 然后除了这个按钮以外呢 这个这个点赞的按钮以外呢 我们这旁边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 就是留言的一个按钮 我们把这个按钮复制过来 然后把这个改成一个把它改成一个油盐的一个图标 我们对这个还是稍微要进行一些微调 这样的感觉呢 还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这个按钮啊 按钮的感觉是不够明显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对这个按钮进行一下我们的一个调整 那比如说我们正常来讲 按钮呢 是可以加一个 加一个投影 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就是一个可以按下去的 有一个高度的 但是这个这种按钮样式呢 其实现在也是用的比较多 那我们两个按钮也可以这样 我们目前呢 现在的这个整体的感觉呢 是那种色块状的 我们用这种按钮呢 到底是可以 不过这种按钮呢 现在看起来呢 已经不是很 不是很流行了 其实就是说稍微有点过时了 那我们等到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对按钮的样式进行一些调整 我们现在呢 先用这个按钮先去做着 然后我们把它再复制到右边 我们这里有一个多功能的按钮 那我们给它画一个图标进来 我们颜色稍微调一下 然后这个按钮肯定是有点长 我们把它缩短一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缩小一下 看如果作为一个手机应用来讲的话 那如果按钮设计成这么小的话 那你想象一下在手机上点的时候 是会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三个按钮的一个大小 再进行一次调整 我们拉到这么大 那我们把它手动输入一下60 然后呢 可能我这个按钮往这边拉一点 给它再大一点 大一点的空间 我们手动可能输一个120 然后把位置呢 移动一下 这边也是一样的 移动一下 把它的大小调整一个啊 然后这个也是大一点 把它调整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大小呢 对我们现在来讲呢 就是可能是一个操作上会稍微好一点的一个大小 画一条线 然后我们输入一下这个大小750 然后高度可能是两个像素就够了 然后这个颜色呢 可能有点太黑了 我们把颜色吸一下这个颜色 然后我觉得两个像素还是有点粗 我们给它改成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会精致很多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一个 一个某妹子的这么一个部分的一个内容呢 就设计完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部分的进行一下整体的复制 我们看一下图层里面 我看一下 那可能我需要把这个 这个背景去掉 然后再选中这根线 那这就是我一个某妹子的一个内容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成组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成组 然后呢 给它写上一个名字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我们拉到下面 这个部分呢 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部分 我们把它的照片删掉 我们换一个人 我们把它拉进来 然后放在这边 然后按一下这个out键 改一下 这个呢 就是一个成熟大叔 成熟大叔 然后我们把它的位置调整一下 看一下这里面 我们可能有一个视频 有一个地图 那我们先给这个大叔先发个视频吧 那我们可能把这两个照片给删掉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矩形里面两个删掉 我们还是把这张图换一下 我们换一个 把它拖过来 然后放到这个位置 给它剪贴蒙摆一下 然后放大一点 好 我们画一个大大的一个圆形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设计成黑色 然后上面呢 我们再去画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就是我们先画一个方形 然后把其中的一个点给删掉 那么它就成了三角形 我们给它转一下 然后把它改成白色 然后把它放到中间 我们把形状调整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那这种一个纯黑的一个按钮是不好看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黑色呢 降低一点透明度 50%的透明度还是不够 甚至上80% 80%又太强了 70% 那这样的感觉呢 是一个视频的一个感觉 那是没问题 用这个裁剪工具把整个图放大一点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去做更多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把这几个把这几个导航往下拖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背景往下拖大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再选择第二个内容 这个把它改一下改成二 我们看一下一二 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 我们再把二拖下来 拖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就有一个三了 我们把它改成三 三的里面呢 可能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分享位置的这么一个一个内容 把这个人的名字改一下 叫年轻小伙 然后距离改的更远一点 把这个时间改成要更久一点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位置信息 位置信息的话 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放一张地图就好了 我们把我们在这里面也是提供了一张地图 我们把它拖进来 把它放到剪贴模板里 这就是一个对方分享了一个地图的一个样式 那我们分享地图的话呢 就得给他再放一个这个地图的标签上来 我们放到这 然后我们要把它移动到我们这个三 这个这个组里面啊 然后把它颜色改一下 改成这个黑色 这样子看起来呢 这个地图呢 就是就是已经被分享出来了 那如果我们想看一下没有文字的样子呢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这几个按钮往上移一下 这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文字描述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再把这根线 把这根线再往上融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发现这个界面 大部分都已经设计完了 这个界面主要解决的是 人物和内容之间的一个关系 以及按钮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整体调整的课程里面 可以把这些按钮的样式一次再调一遍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是先到这里 好 感谢大家red 感谢大家介面 但是